在国会陆续传出多人确诊新冠肺炎之后 首相单司令慕尤丁今天下令 原本将在下个星期复会的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 必须展延以免疫情扩散 不过在野的西蒙党主席理事会就提醒 国会感染的确诊率根本不到1% 警告慕尤丁不要玩弄手段 利用卫生部和防疫作为阻挠召开会议的党键牌 国会下议院秘书处今天在副议长拿督 穆哈姆拉西的指示下发出公告 通知所有国会议员 原定在后天赴会的下议院特别会议 因为疫情严峻而被展延到另一个待定的日期举行 文告指出首相是根据议会常规第11之3条文 做出展延的决定 而且也符合卫生总监在评估风险之后所做的建议 也就是国会已经成为高风险感染地点 尽管如此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还有诚信党主席莫沙布却联署发文抨击 表明在卫生总监的报告里 已经说明确诊率只有0.9% 因此没有理由聚开国会 他们担心一代议会展延之后就不会再召开 届时更无法辩论撤销紧急状态条例的动议 因此劝请卫生总监和官员 不要沦为首相的政治棋子 请卫生总监和官员